欢迎回来热情热宗 香炉的起源最早可以说是源自于春秋战国时代 在室内点香用的锅炉就叫做熏炉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香炉逐渐变成了佛教礼拜 迎神使用的器具 多了一份庄严肃木的气氛 古人礼佛或者是读书谈亲的时候 在旁边点个香炉 可以除尽杂念而使精神集中 而看到香烟鸟鸟不断地往上升 更是鼓励人在学问或者是修行上 不断地精进自我提升 不过后来香炉却成为了 各代后宫飞瓶的秘密武器 他们会采集各种香料 让室内满部分芳 希望能够常常把天子留在身边 而香炉里头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美人心迹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国用香历史悠长 不论是薰房佩戴还是消除晦气 用法千万种 经过千年淬炼 香炉相聚发展到了极致 颂元高雅隋唐华贵 彰显中国古代绝佳的精工技术 妹妹怎么知道姐姐是踏着香风而来的 妹妹 这是姐姐特地给妹妹做的龙岩香囊 又清新醒神之笑 除了布包的香囊 还有这种像乒乓球大小的流金银香囊 是唐代贵族后非的随身物品之一 小巧精致通体为银质 用银绳吊挂上下两个半球 刻有鹿空花鸟纹 精美大方的纹饰显得十分雅致 有趣的是打开香囊小球 在半球体内部间有两条金属环 让城乡的鱼盆不会倾斜 维持左右平衡相当巧妙 焚香膝带或悬挂床头 香囊不但巧夺天工 发挥的香气更是芬芳宜人 你看看 这壁挂 这香炉 这茶具 这围杖 还有这屏风隔断 都是我义装装一件件亲自安排的 隋唐五代用香大盛 华丽风格的香炉香炉 竟是贵族用来彰显财力的奢华象征 像这个吊挂式的万子巡炉 体积之大悬挂于宫室之中 花纹细致精美贵气逼人 就连橙香 奇南香等珍贵香料 甚至比黄金还贵 唐代用香是非常奢华的 比如说他们会盖 阳国中会盖四香格 盖这个四香格是用这个沉香 作为它的凉 作为它的格的凉 然后用檀香作为它的栏杆 然后把乳香跟沉香磨成粉末 涂在墙壁上面 唐朝佛学发达 同志的长品香炉是高僧行走间 手拿的样式 精致的雕龙栩栩如生 和同师都有祥瑞之兆 雕尾炉到唐朝很多都是高级的僧人 他们在用 还有皇室 他们在 比如说皇帝在出巡的时候 他的随从拿着这个雕尾炉 奢华的唐朝就连用香也很大手笔 唐玄宗宠宠爱杨贵妃当初送给她的华清池 就是沐浴和香料结合的代表之作 照理说丽山的温泉水富含矿物质 并不适合下乡 但华清池这座皇家浴场 改让沉香 檀香漂浮于水面 创意奢华 这个汤池非常的大 大到可以用那个 檀香木的船做成船 然后用盛香跟丁香所累成的山 然后用一种叫色色的绿宝石 点缀在上面 然后可以在上面划船 热气本身就会让这个香的气味 更加的散发的 更加的出来 隋唐是温泉浴大举流行的年代 天保六年建造的 华清池园林浴场 用商的奢侈行为在这里堪称登峰造极 为了改善硫磺的气味 皇家选择白檀香或是白橙香 来综合 气味好闻 而杨贵妃的香药方子也曝了光 包括茉莉花 甘松等香料药材 沐浴时按摩肌肤 据传有润滑白净的选效 这是西域进贡的熏香 娘娘睡前必点 每日必点 是 已成习惯 古代用商讲究 皇宫后非在室内用的香料 以花香 乳香为主 味道甜美柔和 不过若在办公地点或是书房 香气就必须换成较为阳刚的檀香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不能过量 用法也得小心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慢性中毒 熏香的香气 加上山茶花的香气 自然汇成了一股胀气 久闻之后百病丛生 气欲升级 如果你原意不明就乱吃这些香 或者是说吃的太多 甚至掺杂一些有的没的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让你走火入魔 皇上驾到 皇上换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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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用商奢侈还自定法律 臣子上朝时和皇上中间得隔着 承香炉以防口气不佳 整个朝堂之上被熏得香气缭绕 高档承香 皇帝还会直接含入口中 保持口腔卫生 唐宣宗他在还有礼后主 他们在跟人家开口说话的时候 他们会口里咬一个承香 就像我们现在叫口香糖一样 开口就会香香的 此丹炼成 陛下可以得长生之道 真的 快说说此丹如何炼成 除了承鲜修行 唐朝风行的炼丹之术 做法闭关前也得点上一炉香 或是直接把香加入丹药之中 尤其是桃红锦炼九转还魂丹 传说此丹二十年才炼得成 释放五彩光芒 服用更可以语化承鲜 香更是当下必备品 为的尽是防止邪灵偷盗 炼丹的时候一定要点香 点香的目的就是请这些神明 这些护法神 这些兵将来 护持这个丹 不然的话丹会被盗走 如果你炼成了这个丹 我们人吃的会成仙 那如果这无形戒的 如果是鬼吃的就变鬼仙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有这个丹可以偷到 陈先生做法起伏期间 任何人不得入内打扰 否则会增加图案大人的威胁 古代做法炼丹通常会点上檀香 盛香帮助入定 为了综合丹药的金属矿物毒气 香料也经常参入其中 中国人用香从佛学 炼丹 也一直延伸到黄老之树 这就是秦军的计划 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秦汉 黄老之树和道家文化盛行 当时的社会氛围 就是人人都想成仙 就连香炉都摆成博山正式 所谓的博山就是仙山 出土的香炉都呈现 下园上间的造型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座迷你的仙山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时候能够呈现 所以他们认为家里有一个博山炉 然后烧起来 你直接就跟上昌在沟通这样子 尤其好像就是 因为你博山炉下面烧烟的话 你整个山是好像是在仙山里面 有那种仙境的那种感觉 秦始皇和武帝都相信蓬莱仙山之说 香炉设计也和黄老之树一脉相成 炉面雕花细致向上延伸 还有许多仙界神兽花鸟点缀其中 这个最为珍贵的博山铜炉 底部更有仙猴驾着青龙 象征与画飞仙 龙啊 猴啊 这些都是仙山里面的奇寿 尤其猴对什么长寿啦这些的都很好 而且猴跟猴是同音的 所以中国人非常的喜欢这样的 镂空的青铜炉 点香后烟雾缭绕 看上去就如同置身仙境 网上的清烟让讯息直达天庭 你烧香的目的就是让它有烟 那所谓佛经说香为性 烟为性是烟就是像油菜一样 可以把你的心愿 透过那个烟雾啊 往上飘就可以把这个烟雾 带到上天去倾听 让老天爷知道你到底想什么 除了象征成仙的博山香炉 古代修道人士 每每禅定打坐 定会点上一炉清香 熏香的成分多为檀香和成香 能够安定心神气血通达 这是娘娘最喜欢的西域新香 要送给皇后 我每天晚上都靠着香轻睡得很好 我想让姐姐也享用一下 你就发现有些烟的味道 会让你觉得安详 甚至好像觉得你的头脑就会 不然很重的 你就会觉得比较轻 所以可以去酌 然后呢酥干理气 不过香有分等级 檀香和成香多半用来供服 表示尊敬 若是品质出了状况的地板杂香 就容易招来鬼魅 你要点下要供奉神明 神明可能就跑掉了 然后呢会招来一些 无形的好兄弟 佛经里面有写食毒气鬼 就会招来这一些 什么叫食毒气鬼呢 就表示说他在世的时候呢 他是因为吸毒而死亡 天清清地清清敬服通法界千里亚 十方清敬来十方清清 十方清敬起清敬天真 香粉可用来撒进环境 招来好运喊震神 三主清香还能透过香辉喊香土 明白神明旨意 香料用法不一 香炉在各个朝代代表意涵也不同 在宋朝香炉品香 成了黄庭坚苏东坡 等文人雅士的高雅风尚 黄大人的书法 以测世取胜 纵横齐驱自成风 果然是大家风范 品香这种风气 可以说是宋朝是最盛的 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当作 一般我们现在来讲的 我们有一瓶好酒我们来分享 大家有同好的人一起来闻 然后他邀的朋友他也要选择 就是说你是懂香的我才邀你来 那是有这样的一个会牛的方式 那基本上当时的文人 对于这个典香的这个部分 他们都是要学的功课 在宋朝 香代表着诗人的高雅和礼尚往来 官窑烧制的青词当中 多半走简约淡雅风格 诗文唱和时使用 小巧的造型没有过多装饰 三足鼎立 显示出坚毅的质朴 甜淡极净 可是气与非凡 皇帝诏曰 太河县县领黄景天 素来望远朝政 影响恶劣 梁凤英为 施政不畅 知过不改 难当大任 他被贬到 所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菜市场 那这菜市场 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面对的刚好是屠夫的那个砧板 那各位可以想象 菜市场的那个气味 是非常纷杂的 那他的朋友就觉得 黄庭坚可能没有办法 受不了这样子的环境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看到黄庭坚的时候 却发现他 涉塌 坐在塌上 然后焚香而坐 一派的闲事安然 整个大宋朝 最爱香的人 莫过于黄庭坚 自称为香吃的他 不但自闯香谱 调制其香 更写实说道 隐机香一注 临台占空名 显示只要有香 就能自在亲近 清明上河途中 宋朝的汴京城 街坊上出现卖香的香铺子 不少民众正想购买 代表香料在思路开通后 大量普及 不再是皇宫贵族的专属享受 甚至还有香饮子 也就是古代的泡沫红茶店 卖的饮料可都是用成香 乳香或是檀香调制的饮品 在虹桥的下方 有一个专门卖饮料铺子的 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泡沫红茶的那个铺子 上面就有一个招牌写香饮子 那饮子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的意思 凉茶的意思 如果说香在宋朝最为高尚 那在明清可是被发扬光大 不少香炉经过历代的融合造型多变 就连魏晋的酒杯 酒尊以及商朝的顶炉 都成了设计范本 清花祠上除了文人雅士 更充满花鸟植物 甚至还有祥诗献瑞等吉祥意涵 工艺达到最高峰 多彩多姿的古代工法令人赞叹 稍纵即逝的嗅觉之美 透过一个个巧夺天宫的相聚 永留后世 休息一下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古代王公贵族非常喜欢的珍宝 琥珀 跟其他宝石不同 它被列为佛教七宝之一 据说用琥珀修持 可以帮助人产生定力 心灵是更加的平静 琥珀在古人的生活当中 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